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们今天呢 开始一个新的话题 我们在看房子过程中 会遇见一些 和房子质量有关的问题 比如说失眠 比如说赤管拆线 千碗供水 还有低级下沉 各种各样的漏水 还有霉菌等等 我们会看到一些和房子有关 或者和我们人类身体健康有关的 在屋子里看房 过程中能发现这些问题 那么这些问题呢 如果我们作为买家也好 作为一个买方的经济员也好 应该有所了解 不要遇到问题之后 就惊慌失措 不知道该怎么办 或者感到很震惊 怎么可能有这个问题呢 那就说明我们平时对这方面了解太少了 我们今天就介绍失眠 英文叫asbestos 什么是失眠 还有人真这么问我 按照我们这个年龄的人 好像一提失眠都知道这个东西 我们60后70后 80后不见得知道了 60后70后应该知道 有个东西叫失眠瓦 是吧 国内现在用不用不知道了 国内原来有很多地方 都有失眠瓦 失眠瓦里面含的就是失眠 就是失眠 那么失眠它实际上是从一种矿山的石头当中提炼出来的 弄出来的 说太多我也不懂了 就是那种建筑材料 一种建筑材料 失失闹闹这个东西 它不是单独使用的 它往往都和别人混在一起 和一些可能是石灰呀水泥呀 混在一起之后了 形成瓷子状的东西 用那个东西干嘛 失眠这东西很好 它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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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的材料不具备东西 它隔音 你看这才隔音 防火 保温 这失眠有这么多好处 有这么多好处 那广泛用于我们生活当中处处都有 处处都有 我们呢 看一看过程中能遇见什么 生活当中到底哪里能遇见呢 我们看房过程中 这种 十年的混合物 十年的混合物 大部分能看到的 一般是在这些当中 最最常见的就是管道 我们有通风管道啊 我们有个暖炉 外面有个空调 暖炉和空调 都通过同一条通风管道吹到每个房间 对吧 吹到每个空间 客厅、餐厅、厨房、家庭厅、书房 包括卧房、卫生间都有出风口 甚至有的大衣橱 衣橱里都有出风口 那这个风从哪里来的呢 都是通过这个通风管道送过来的 都是通过这个通风管道送过来的 那这通风管道 不论冷气和热气输出过程中 就有热量或者热量的水湿 怎么办呢 给它做保温 在这管道外边就缠缠缠一些保温材料 这管道往往都是铁皮做的白铁 管道叫板筋 就是板筋工那伙 做了一个大铁筒 然后屋里到处跑 这铁筒 有的是圆的 有的甚至都是方的 不见得飞得那么圆 有的我看还有方的 那么这种筒 跑到每个房间的时候 这浴宿过程中 担心它这个热量水湿 或者是冷气和外边进行 这个交换 就不冷了 那怎么办 我给你用保温棉给你裁上 这样就保证这个冷气 从暖炉里地下室 不用暖炉嘛 吹到最远端卧房的时候 热气还是热气 冷气还是冷气 其它保温这么的作用 这是我们在整个 开房过程中是最最最最最常见的 十回有九回看的是这个东西 那么怎么能看见 上机械房啊 上波罗房啊 一看这个暖炉 Furnace 我们这羊本一看 它那个管子 如果这个很多设备 管子是裸漏的 我们一眼就看出来了 管子周围有没有 大家可以看这张图啊 管子周围有没有这种保温材料 你看这张图的时候 就能看见 那一看去灰色的 那有个两个毫米厚 三个毫米厚 大家受过这方面的知识的培训也好 或者听过别人介绍也好 你才有意识到 这是可能是个保温棉 如果你从来没听过这事 你就看一眼也过去了 没把它当回事 它看起来就像石灰一样 灰色的 有的大部分是这个颜色 有的是深灰色的 有的是深一点 有点浅一点 一个在机械房能看见 另外你的出风口 肯定从地板要有一个口出来 把气出来 那个口往往 我见过两三回吧 那口旁边一回在释迦堡 一回在皮特堡 我见过起码两个房子 你看它出风口周边 它随便就露出来了 很薄很薄 一个毫米厚那么一圈 缠在那个通风管道上 那是说明管道里边 走在地板里边 那些管道里边可能还有 我们看不见而已 看不见而已 这是说明在哪里 也是通风管道 这是最常见 还有一些原来的热水管 他们也用这个保温材料 也用湿棉火候 还有就不是太常见了 我见过一回在哪里呢 在这个热水炉 热水炉底下它修个坛 底下就铺上这个湿棉了 它这个为了减少噪音 它不是为了保温 它是裸露在外边的 它是为了减少噪音 我还见过一次在配电盘后边 我们地下室有个配电盘嘛 配电盘挂在墙上 后边它就用一块湿棉 一个像块板一样 那里边实际上是还湿棉的 这个到底什么原因用湿 也没想明白 为什么这个配电盘后边 用这么一块 还哪里有呢 我们一进屋 我们叫门厅 很多时候老房的 五几年盖的 四几年盖老房 门厅铺地的老尺砖 实际上尺砖很有可能就是失眠 里边还失眠呢 尺砖里边还还失眠 我见过一次一个老厨房 那台面是尺砖 很漂亮还在香花的 各种各样的烧的那个陶瓷 还在花的 瓷器和我们做老事的饭碗一样 那里边也还失眠 我们最常见的 还有一些六七十年代的老房子 外边挂的是灰 我英文叫plaster 实际上就是跟手工抹的灰 我们外墙一般都是砖的 都是扣板的 它有的是抹的是灰 那灰里头有的也含失眠 不太多见了 大家别害怕 有一种棚 英文叫popcorn 包米花 包米花式的ceiling 大家看这个图片 这种包米花的ceiling 这棚是坑坑包包 坑坑包包 这种棚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现在有的人也是采用这种风格来做棚 我们家 尤其是 往往是客厅 或者是家庭厅 听的棚 往往用这种东西 那么这种东西它为什么这么做呢 拉拉巴巴的 这都不光滑 我们平时的墙和棚都是很光滑 这种它为什么做做不光滑呢 它为了施工剪刀 拿了 简单拿了就喷 它省了一套工序 中间的货 我就不太细说了 另外它还有一点点 像我们歌厅 卡拉OK厅 愿意用这种棚 就是我们在家里地下室搞个卡拉OK厅 它减少了回音 它表面不光滑嘛 大家回音就少 这种棚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里边 可能 还有失眠 大家别害怕 还说 我家棚就这样了 叫爆米花棚 里面说还有失眠 你看那棚那么新 它不见得 现在有人还这么干 只是有可能 那个年代 那棚你一看就黄了 发黄 那棚用了些带 是不是都发黄了 很老就棚 哎呦 你可能 那里边可能还失眠 可能还失眠 那么 还哪里有呢 据说是楼阁的保温棉 这个我没见过 听说过 我们楼阁里保温棉 还失眠了 还失眠了 所以说你看看 我们家里边 可能有失眠的地方 这么多 这么多 还有的 我们开那车 汽车 那刹车片 很多刹车片 就用失眠做的 有的耐磨 你看看 那失眠无所不在 失眠无所不在 那么有这么多地方 可能存在失眠 可能存在失眠 失眠到底有啥危害 说的半天 讲了这么多 失眠 我们家有失眠 到底有啥危害 没有 一句话 癌症 有这么几种 癌症和它相关 第一就是肺癌 第二呢 叫什么肩 肩什么瘤 叫肩皮瘤 我都没听说过 没研究失眠之前 没听说过 什么可以在腹腔胸腔里 那个皮和膜之间 看不懂 一种反正也是癌 还有可能 懒潮癌 女人接触这东西 她得病和男人 男人往往就肺癌 她还有可能 还得什么 懒潮癌 猴癌 这个好理解 这东西呼吸道 在呼吸道上 那么这个失眠呢 实际上呢 它都是以混合物形式 它很少以 纯失眠的形式存在 都是和各种其他东西 混合在一起 如果我们不碰它 它就 没什么危害 但是你要碰了它 它就飞在空中 据说有人描述 它那个失眠 那个单体呀 就好比我们女人 钩毛衣的钩针 它是一个小长条的东西 然后一段是两段 带个小钩 飘飘飘 就被我们呼吸到肺质上 然后就挂在肺液上 再也下不来了 挂在呼吸道上 再也下不来了 总之被我们呼吸上 它挂在我们器官上 它就下不来了 它沾上了 它沾上了 那么 疫情 大家就害怕了 我从小 我们家就有失眠碗 我们农村里的失眠碗 很常见 我能不能得飞 这个得大量的接触 你二次一次两次 我见过太多失眠了 我拿手就掰 这是个失眠 我就得掰开 掰掉 坐在那里 给大家看 我在区里给大家讲的时候 给大家发挥好几回的失眠 亮片里面给大家看 都是我掰下来的 我那时候也没有口罩 对吧 那看房子也没有口罩 就这么掰 这不倡议 不介意和不倡议 大家这种做法 但是失眠并不那么太可怕 你得是呼吸到一定程度 的量的时候 对身体才危害 这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失眠 这个东西 它有潜伏期 据说潜伏15到20年 你想那15到20年 我相信一个两个失眠挂肺 让它也不见得得什么癌症 肯定是在那个工作环境下 往往是建筑公园 八差 八差老房 建筑公园 施工 等等等等 包括那个汽车修理行的师傅们 用砂轮打磨那个刹车片 你是不是大家经常看见 那刹车片 又出钩了 我给你打平一下 哗就那磨 那里边那么好 还失眠 咱那个修车师傅那么好 他也不懂 也不带口罩 长期以往 很有可能对身体真的有危害 真的有危害 所以失眠这东西 总的来说 是肯定对身体有危害的 倒不是说剧毒 沾中死 挨着王的 没那么严重 它需要一定量 但是不论如何 它是对身体有危害的东西 那我天天还住在我家里 我天天还接触它 我暴露在失眠当中 日积月累 很有可能就有病了 这个事你还不得不承认 尤其是暖炉出风口的地方 你想一想 第一个 我们天天走的地板 割着枝 割着枝震动它了 它是不是就松动了 第二个 那风还天天往外吹 是不是吹得满屋的都是 所以说这个 失眠这东西呢 危害是有的 有些人介不介意呢 我把这套理论 给我可以讲完之后了 有些朋友就不介意 我们买过几个 在失眠当房 也不动它 因为理论是讲 你不动它就无害 或者风唇的 你比如在阁楼里边 在阁楼里边 它跑不出来 它没机会跑出来 那有就有了 还有在地下室 发现那个各个管道上 那是个大泥巴呀 你碰它干嘛呀 你不要和我一样 就用手掰着 你不掰着 它一步飞 就没有危害了 就没有危害了 那么 这个 我们看失眠 说明哥那就看你了 我们是看不出来 我是有点小经验 我看过太多太多失眠了 这个 有一点小经验 这里不是专业人士 到时候不敢 肯定你说这是失眠 还是不是失眠 这个我的职业规范 要求我不可以这么讲 但是我会建议你 这个东西像 这还是小心点 这东西特像 跟你我的支持盘 好像就是 但是呢 我们往往都加一句话 我们 我们有职业规范的 要求我们 不可以给出 太专业的建议 比如说 税务 法律 环保 建筑 等等 这些防火 等等 一些专业性建议 我们是建议客人 咨询有关方面的 专业业师和专家 我们不可以直接说 我肯定说这是失眠 我没资格那么说 我们没有资格那么说 但是你毕竟 你看了这么多失眠了 你难道 你就不敢说一句话 这方是不是吗 我敢说呀 我说这方好像是 差不多 好像差不多 那么呢 这个是不是所有房子 都有失眠 你这一说完了 说这加拿大房 没个买的 没个 这这这 房不胜房啊 尤其藏在阁楼里 藏在墙体里 我们根本看不见 不是的 失眠这个东西 从什么时候开始有 加拿大这个国家 用失眠 应该是全世界著名的 这个失眠生产大国 加拿大呢 是一八七几年就开始 在魁北克 就有失眠矿了 专门生产失眠 用于我们大部分 都是建筑材料 建材这一块 也搞大量出口 加拿大出口 很多失眠产品 那么因为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东西用久了 就世界上各地人 主要是劳工 发现很多人 得了各种各样 奇怪的职业病 就是呼吸道癌 喉尔癌 这个肺癌等等 人们就开始关注了 我们很有意思 这个我在国内 或者以前还没听说 有一会儿这样的人 这个叫健康医学 你人家搞医学 可能细分 搞医学细分 咱们不研究那块 你有一些健康医学专家 他的一生致力于 劳工健康研究 又还有这种专家 他一辈子专门研究这一块 那么这些 劳工健康研究的 专注于这一块的专家们 就陆陆续续都发表意见 说这东西不行 对身体有害啊 我们不能用了 我们加拿大不能用了 这样的话就工业罢工 这时候工会就起作用了 工业罢工嘛 所以加拿大必须立法 在我们的工作环境中 有一套完整的法律法规 来规范一下 我们原来有失眠怎么办 现在生产失眠怎么办 我们如何让工业面对一个 充满失眠的这种工作环境 怎样来保护我们的工业 这陆陆续续法律是出了很多 一直到70年代末 严格说79年80年 79年80年的时候 加拿大几乎就杜绝了 在民宅当中使用十年 不允许 你别 别讲这个 我铺砖行不行 我做个地儿行不行 不行了 即个别的说 还能偶尔预见 那也就是说 可能81年82年83年盖的房子 有些大的开发商 囤积了一些材料 他心疼他又用上了 极个别的 这是极其极其个别 大部分我们80年代以后的房子 这句话大家说 请放心了吧 80年代以后的房子 几乎你看不见失眠 我到目前为止 我做这行15年 应该看过一万多个房了吧 对吧 那么呢 我看过的房子 真是80年代以后 没见过失眠 80年代以后 盖的房子 没见过 见过的失眠都是 五六十年代 或者七十年代初期 那那个时候盖的房子 我们 你想想我们要买 那个年代的房子 往往买就是什么房 帮个楼 大平房 地面上一层 地面下一层 这种平房 建过就最多了 偶尔也建过 那么记不住几个了 那服饰的 越城的 服饰越城往往都是 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盖的 我最看了一个最年轻的五服饰房子 是在AY Jackson那个社区里边 1972年 72年以后的服饰房子 我就没见过了 我就没见过了 那么就一些服饰的房子 和这些帮个楼 老的这些大平房 才有可能 里边还失眠 我说才有可能啊 也不见得就有 为什么呢 假设有的话 经过不知道多少屋主了 你不清理 他清理 大部分是清理掉了 我最后一直开始失眠 就是两三 两三周期 应该一个月前嘛 就是2022年的七月份的事 在释迦堡多大学员附近 看了一个 应该是五六十年代的房 五城嘛 五城 应该是六十年代的房 六六十年 地产经济很诚实的 我们帮你处理掉 我这里有失眠 我拍个照片 发的确定给大家看了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失眠 那么呢 这个第一个 我们知道了这个年代 划分 几乎就知道 我们看哪些房子 要注意一下 尤其那老区啊 新区 你说你买两千年以后社区 你说明德有没有失眠 我说你 你这家知识都没有 两千年以后社区 怎么可能还有失眠呢 怎么还有可能失眠 好了那我家 如果有失眠 或者我买了一个 带失眠的房子 如何处理呀 那我们原来买个老房 不知道 结果装修时候才发现 第一个 屋主自己 就三下五串 这个弄掉了 这事很多 第二个 告诉装修师 如果你给我清理掉 有一些装修师 不敢带一套 他连口罩都不带 拿给你巴不巴 我装个带里 就混在一些垃圾里 当成普通垃圾 处理掉 这些都不是标准装法 也不是国家 国家是不允许这么做 虽然它大量存在 虽然很多人这么做 并不代表特色合理合法 那最标准的是 找一些专业的公司 有专门处理的 他们是有license 他们有牌照 有执照 那么他们来之后了 那就如临打敌了 把你用黄色胶带 圈上了 他们戴上那种 那种那种大口 就是那个 风筒面具上的口罩 然后清理掉 清理掉之后了 他这种装这种 石棉的垃圾袋 国家都有严格规定 这什么样的袋 多厚的 多什么什么 然后你也不能乱扔 不是每个垃圾厂都收这个的 你得送到一个指定的垃圾厂 指定垃圾厂 当然了你这个 要请他们做 费用肯定高 费用肯定高 但是人家做法是比较标准 符合国家规范 到时候 如果自己真的遇到这个问题 看这个问题多大多小 自己愿意怎么做 你要问我肯定给你 规范化的建议了 是不是我们请了专业公司来做 很有可能就一点点 就这个东西 一两万加币就没有了 可能就帮你 产平一个地面 一个地面 他超级一万加币 这很正常 他毕竟是 专业公司 收费一定要高 但是这是国家 要求我们的专业做法 至于他垃圾怎么到 我们业主也不用管 他们自己拉走了 到哪到哪 他们有一个 国家指定的一些地方 他们知道 他们知道 这是关于失眠的处理 关于失眠的处理 还有失眠的房子 无处不在 到处都有 每个城市都有 你不要说 我万景 没有 你万景兴趣没有 万景是 不有那些老房吗 怎么可能没有 哪都有 遍地都是 但你看多了 应该会遇到 应该会遇到 好吧 失眠介绍到这 大家不要谈失眠 失眠 不要被他这个东西 所吓住 遇到之后了 我会提醒你 我会替你把关 我会给你一些 专业的建议 谢谢大家 再见